LED灯泡坏了不亮了先别扔 其实修好非常简单 现在的LED灯泡特别容易坏 我来教大家一个决筹 不用坏任何零件 仔细小单的凑拧一下就能解决 比如我家的这个LED灯泡 突然就不亮了坏了 现在我们就来维修一下 首先我们通常电试一下 然后插电 你们看一点反应都没有 原来好好的突然就出现这种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把它拆开胸里了 首先给它打开 这个外面是一个壳子 转一下就行了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上有很多黄黄的一颗一颗的 这个就是灯珠 小现在的LED灯坏了 大部分也就是灯珠有问题 这个也算一损件 所以我们需要仔细的看一下这个灯珠 看看上面哪一颗发黑 你们看 这边这个有个黑点 那说明就是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这个灯珠坏了 所以引起所有的灯珠不亮 原因已经找到了 现在我们就来处理 这个时候我们准备把剪刀 然后把这个发黑的灯珠给它剪掉 这就拆掉了 再找一个烟盒子 还有点透明胶带 我们撕一点烟盒子下来 一点点大就行了 再减一点点浇带下来 然后把这个烟盒子 贴在这个浇带上面 就像这样 这烟盒子的部位一定要对准 这下面 因为这边是导电的 下面不导电 比如说我们利用这个烟盒子 来把这两个线路 给它连接到一起 就像这样 给它贴上去 按压紧 好了就这样 我们来试一下 看看怎么样 一般都是可以的 通电 你们看 现在这个凳一马就亮了 看到吗 所以说 这样轻轻自送就修好了 非常简单 是不是 什么专业工具也不需要 我们只需要在家里找一个 没用的烟盒子 然后再用点透明胶带 就能修好 IOD灯 就是这么容易 现在你们知道了吧 简单又实用 轻松搞定 我可以 感谢观看